在学生时期我们只要学过几率相关的概念 我们就很清楚知道 每当任何一个事情它的附加条件越多 那么它的发生率就会越低 这个叫做我们在理性上知道的是 可是事实上呢 我们往往在认知这个世界的时候 附加条件越多 我们反而认为它更可靠 它更可信 或者是它的发生率越高 这样的现象呢 在心理学里面叫做叙事偏误 然而也因为人类有这样的倾向 所以呢 我们常常宁可听故事 而不想要听真理 因为故事会给我们很多层层叠叠的前因后果 跟附加条件 尽管这些故事的走向 当你静下心来理性想一想 它可能在几率上是极小的概率 但是我们在情感上 却会觉得这反而比较真实 比如说吧 有两段叙述 你觉得哪一段是比较可靠的 第一段是 一丝不挂的和尚 失控对着一群毛孩子嘶吼 这是第一段描述 或者是 一丝不挂的和尚 失控对着一群毛孩子嘶吼 因为他刚刚知道自己的老家 在政治斗争当中被烧成灰烬 你会不会觉得第二段描述 因为附加条件多了 因为给这个和尚的失控咆哮多了一个理由 你反而觉得第二段描述是比较可信的 可是当你仔细想一想 如果回到几率的概念的话 其实一个一丝不挂的和尚 失控对着一群毛孩子嘶吼 他的几率一定会比第二段 叫做多了一个条件 叫做他刚刚知道 他的老家在政治斗争当中被烧成灰烬 你会发现多了第二个条件 他的几率事实上是变小很多的 但是在你心中 他的可信度反而提高了 所以你就会发现 因为这样的叙事谬误 我们常常在人际沟通当中 如果你只习惯给别人一个答案 而不是给别人一个说法的话 你常常在沟通里会非常非常的辛苦 什么叫做给答案 他就好像是一个经典的实验 当一群人排队要用影印机的时候 这时候你对前面的人说 可以让我插队先用影印机吗 跟另外一个状况 你跟前面的人说 可以让我插队先用影印机吗 因为我必须印一些东西 你会发现哦 第二句话 他的那个因为的后面 因为我必须印一些东西 这个叫做 在本质上有讲跟没讲一样 废话 大家排队用影印机 不是来印东西的 不然是来看演唱会的吗 但是尽管给了一个这么烂的说法 或者是根本没有解释任何东西的说法 但是你是给一个说法 不是直接给他一个叫做 可以让我插队吗 这样的一个单薄讯息的时候 你会发现 当你给他一个说法 给他一个因为 后面不管接什么 在这样的条件底下 别人愿意让你插队的几率 会从60%提高到90%以上 所以谈到这里 很多人对于人际沟通里面 有一个迷思 这个迷思就是 好像会沟通的人 就要很会说话 要说很多话 其实不是的 真正会沟通的人 他要对方配合他任何事情的时候 他都愿意在后面 给对方一个说法 不管这个说法本质上是如何 只要你给说法一定比你不给说法 来得有说服力太多太多了 就像今天举的例子一样 如果你只说一个一丝不挂的和尚 对着一群毛孩子咆哮 你可能就会怀疑这个说辞 觉得这样的说法是不可信不可靠的 然而当后面给你一个理由 叫做因为他刚刚知道他的老家 在政治斗争当中被烧毁 你反而觉得比较可靠 可是你要知道一个一丝不挂的和尚 加上后面的政治斗争 他的概率会缩小很多很多很多 所以咯 当你下一次跟别人约会 结果不小心迟到的时候 千万记得 不管你给他的说辞有多么的烂 多么的离谱 比如说像塞车这样的说法 但是我要提醒你的是 再烂的说法都比没有说法来得更好 希望今天的分享 能带给你一些启发跟帮助 我是凯宇 如果你喜欢我制作的内容 请在影片里按个喜欢 并且订阅我们的频道 别忘了订阅旁边的小铃铛按下去 这样子你就不会错过我们所制作的内容 然而如果你对于 起点文化的商品或课程有兴趣的话 我们近期的课程是在 12月12号开课的人际回应里 这门课能带给你的 其实蛮呼应 今天的内容 我们到底要给别人什么样的说法 或者是搭着别人的什么样的状态 我们能够给予对方一个 更安心 更能够接受的互动条件 就是人际回应力这门课能够带给你的 这门课会用有系统的方法 教会你怎么样正确的辨识出 对方的状态 并且给予适当的回应 让你在人际当中更圆融 让你的人生更圆满 我很期待能够在12月12号的教室里 见到你 在团队里面沟通跟信赖是非常重要的 然而这些启发可能就仅此而已 所谓的仅此而已 没有任何贬义的意思 而是当你我都有一定的历练之后 你很清楚知道这些启发距离到你在真实的人际 真实的生活当中能够去运用出来 仍然是有一段差距的 这段差距可能来自于你的状态跟你的对象的状态 你如何去做这些换位思考 更重要一点是 除了大原则式的 比如说像信任 像沟通这样的认识之外 那有没有一些更细节的 到底发生什么事 在你跟他人之间会产生什么样的化学变化跟影响 那这样子的部分跟这样子的理解 可能在一般的游戏当中是很难呈现出来的 那很多朋友都知道 我们设计研发的这套桌游叫人际危机 这套桌游就是帮助你 能够透过很实际的角色扮演跟换位思考 最重要的关键是 透过很多的事件跟考验 让你在游戏的过程当中 很快的能够进入到 在真实生命真实生活当中 它会发生什么样的影响跟效应 那事实上呢 推出到现在受到很多朋友的支持跟喜欢 我在这边非常谢谢大家 但是我更清楚的知道 可能很多人仍旧有一点担心跟疑虑 因为他不知道自己买回家之后 到底会不会玩 而玩的过程当中 到底能不能玩出他其中真正深刻的意涵 所以呢 我们都有开设一系列的桌游体验会 我在这边就是要做个邀请 希望你能够亲自来我们的桌游体验会 好好的学习 好好的感受人际危机这款桌游 到底可以为你带来什么样深刻的认识 我相信透过这样的体会之后 要进入到你的生活 要进入到你的团队 要让你的对象能够真正的认识 人际跟沟通的本质 我相信透过这套游戏 会是一个轻松简单 但是有效的途径 很期待能够在我们的体验会里 见到你 欢迎你加入 人际危机的世界 关于体验会的讯息 在我们影片说明里 都有相关的连结 欢迎你一起来到 人际危机的世界 让你一玩就懂别人的在乎 人际危机的世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电话 阅 转发 打赏电话